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确确 你提出行李干什么 班长 我在校外租了房子 大一就出去住 你可别让党员抓住 我会小心的 话说你们俩站在一起 好般配啊 你们干脆在一起吧 不论 什么啊 跟那种男神级别的人相配 等他们看到真实的我 就不会这么说了 不过恋爱什么的 想想还是很恐怖啊 我真是不擅长和男神打交道啊 是树洞同学 新漫画准备得怎么样了 还在艰难筹备中 不过毕竟你高中时期的连载 现在应该也轻松许多吧 是呢 大学真爽 但奇怪的是 总觉得现在已经没什么创作灵感了 可能是我老了 对了对了 今天居然有人说我和我们系的男神相配 等他们看到我在加之夫拉他样子 就不会这么说了 不会啊 我们都快四年的交情了 我一直觉得你很优秀 所以你也要相信 你是最独立的 树洞同学好温柔 有树洞同学在身边的话 感觉什么烦心事都能被融化了 才怪 为什么刚开始就会有双人作业 还偏偏和白鹰同学分到了一组啊 那 那个 白鹰同学 我们先一起收集资料 我做PPT 你负责演讲 你觉得可以吗 嗯 白鹰同学好冷淡啊 完全是我最不擅长应付的那类人 那个 我借了一些相关书籍 一人看一半会快一些 近距离看的话 你的眼睛还挺漂亮的 白鹰同学 或许是个不错的人 谢谢你的夸奖 看错了 那是美童 才怪 向确确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我真是不擅长和男生打交道啊 为什么刚开始就会有双人作业 还偏偏和白鹰同学分到了一组啊 天气预报明明说大晴天的啊 嗯 我都带了一把 谢谢白鹰同学 我明天还给你 那我先走了 看来他又会关心人啊 虽然每天都是一个不好惹的表情 但白鹰同学 或许是个温柔的人吧 天呐 我们家确确的处女座 终于出版上市了 好棒啊 哎呀 装滑了 你也太厉害了宝贝 不愧是和我丘下打娘胎做结拜的姐妹 你今天不用陪你男朋友嘛 分了 啊 又分了 那个渣男居然绞他四条船哎 不说他了 你那个树洞怎么样了 怎么突然提到他 你再说 他可是唯一能和你交流这么久的男生 你没考虑过他吗 那可是树洞同学 我怎么感动那种天使动心 好了好了 我错了嘛 没准 他是个大秃头呢 哈哈哈哈 同学 每次见到你 我都坐立难安 能加个威 你长知初厉害吗 啊 他怎么这样啊 啊 白鹰同学 之前谢谢你借我雨伞 你在看漫画 我也很喜欢漫画 你看的什么类型 那不是我的漫画吗 那个 那本漫画好看吗 老实说 很勾气 不过 作者很会刻画人物情感 虽然能力有些弱 但是很有潜力 你说的弱 具体在哪方面 场场突兀 主线模糊 支线杆杂 人设不稳 对白低友 等等 总体上来说 需要增强一下编剧能力 你在看漫画 那不是我的漫画吗 起床了 今天上午可修选修课的 我可不想大一旧挂科 不要难妈妈 少废话 快给我走 大家好 我这门课要挂科男 但是要想优秀 也很难 为什么要写化妆课呀 这也要怪谁呀 班长 白鹰同学 你们选了化妆课吗 一言难尽 那我们今天 先上手试一下 这么快就实战了吗 第一次尝试的同学 可以问问别人 那是阴影高 那是眼线笔 那是睫毛高 那个 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帮你介绍一下吧 闭上眼睛哦 不愧是男神啊 浓眉大眼的 睫毛还这么长 好像问他是怎么保养的 不过按照他的指南属性 肯定会说是天生的 现在用的是粉扑 你皮肤很好 所以不需要遮瑕了 然后是侧影鼻影 扫一扫 晕染一下 向确确 你的眼睛很漂亮 我今天可没有戴美瞳哦 这查是过不去了 嗯 我知道 白雍同学他 这眼妆应该也画了挺久吧 我就知道 班长班长 你那边怎么样 我觉得 还挺简单的 天哪 班长 班长 你画得好棒啊 是吧是吧 眼影颜色不错吧 嗯 和口红好搭啊 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回去多看 多练 同学 请问 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 你喜欢男生吗 你喜欢男生吗 嗯 当然 真巧 我也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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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这样啊 白雍 你找死吗 我隔夜饭都快吐出来了 啊 啊 你们慢慢打 我先回去了 啊 向确确 等一下 你们选了化妆课吗 你的眼睛很漂亮 我先回去了 嗯 向确确 等一下 我有一张居酒屋 七折约会券 但是要三个人 要一起吗 可以啊 万幸不是单独两个人 那我问一下班里谁去 哎 白雍同学不去吗 之前问过 他说不喜欢喝酒 谁说的 我超爱喝 做五战就到了 嗯嗯 人长得好看就算了 编剧能力又那么强 上次他的评价 虽然很毒蛇 但是真的很对 你说我是不是 不适合编剧啊 是啊 不过 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 你看 你虽然不太会写故事 但比大部分人 更会塑造画面啊 所以 要不要找他一起合作呢 你笔下绝美的视觉画面 如果能搭配上 他成熟的脚本 说不定能创造出一个 超受欢迎的少女慢呢 找白雍同学合作 干杯 向确确 你也喝太大杯了吧 你可以找道员拼酒了 小妹妹 你很能喝啊 咱们 比试比试啊 来来 去我那边喝 他不能跟你走 因为 满三个人才能打折 你没看他走实的表情 太好笑了 烦啊 这时候开会 不好意思啊 学生会那边突然要开会 我得先回去了 白雍 等 你等一下把向确确安全送回去啊 白雍同学 要不我们也回去吧 嗯 这是喝醉了吧 也太可爱了吧 我先看看 能不能找人来接你 除了班长 你们寝室还有谁啊 嗯 不要绕他们 太近了 你要干嘛 漫画里 男主对女主 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你笔下绝美的视觉画面 如果能搭配上他成熟的脚本 白雍同学 说不定能创造出一个超受欢迎的少女漫呢 你愿不愿意和我合作画漫画 可宁 不是很怕和男生单独相处吗 你 怎么会知道 你愿不愿意和我合作画漫画 可宁 不是很怕和男生单独相处吗 你 怎么会知道 我 其实 真是的 一点小时就开会 班长 嗯 太好了 我真想打电话给你呢 白雍同学喝醉了 这家伙 来 把他丢上来吧 用丢的吗 白雍同学 往前走 香 香菊菊 小姐 瞧爸爸这季形 我 出个门连手机都忘了呢 你 没看到什么吧 别碰我 我 我 我先走了 醒了 你可真行啊 让女生送你回来 还酒后失德 吓坏人家 现在就去找人家道歉 我想起来了 这次真的搞砸了 书洞同学 今天 是我第一次线下签售 好紧张啊 你要给我加油哦 谢谢你支持恋恋少女 下次见 小鸟老师 你好 感谢支持 请问需要吐签 吗 要的 说什么来什么 小鸟老师很像 我认识的一个人呢 你认错人了吧 你之前看到的 可能是我正在上大学的 远方表妹 那老师帮我转告表妹 美术封个研究课的 两千次论文 明天就要加了 完了 小鸟老师 我一笔都没动 辛苦大家了 我先走了 楚洞同学 完蛋了 我被同伴同学发现了 我完了 他应该不是那种 会传闲话的人吧 不要焦虑 深呼吸 你那边的樱花 应该开了吧 可以抬头看个樱花啊 白鹰同学 昨天真的很对不起 太好了 他没生我的气 我愿意 一起合作画漫画 昨天真的很对不起 太好了 一起合作画漫画 白鹰同学 白鹰同学 你不会感到惊讶吗 对于我是 恋恋少女的作者这件事 能写出那种 变小剧情的作者 还是个大学生 也是意料之中 好多事 对了白鹰同学 我正好 以后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 还叫同学不太合适吧 你这么一说的话 也是啊 那 白鹰 嗯 那我把星座大纲 和设定都发给你 到底怎么样 你说句话 还 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你可以说实话 女主明明是一个 性格强烈的女强人 认识男主之后 突然变成了恋爱脑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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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改的话 感觉整个故事都完善了 真是太神奇了 啊 哇 在放烟花 看完再走吧 啊 太吵了 我还是回去写卵文吧 合白鹰两个人一起看烟花 总感觉怪怪的 不吵了吧 白鹰的手明明很冰 为什么我的耳朵 却感到如此灼热呢 停了 对了 关于稿费 因为你负责的部分比较多 所以 不需要 你请我吃几顿饭就好 我反而要谢谢你选择我 让我有这个挑战的机会 白鹰你 你笑起来很好看啊 在学校也可以多笑笑嘛 天天板着一张脸 都没人敢靠近你 但其实相处过后 就会发现 你其实 是个很暖心的人 气氛怎么怪怪的 这首歌叫什么 好好听啊 快转换话题 我喜欢你很久了 想绝绝 这是这首歌的名字 赵妹一改的话 感觉整个故事都完善了 你其实 是个很暖心的人 向确确 向确确 不好意思 学姐 刚说什么 我说 换完这两张旋转海报 就给你加一个学分 放心吧 分分钟搞定 不要太辛苦啊 为了学分 加油 没有看到参考图啊 去问问学姐吧 学姐 我没有看到参考图在哪里 我看看 好帅啊 天哪 我死了 向 向确确 你怎么在这儿 白 白鹰 你这是什么打扮 不过 你很适合西装啊 你看 我今天也穿了小西装 你今天喷了香水 是啊 你注意到了 好闻吗 白 白鹰 你 干嘛 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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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水的味道 啊 怎么了 她不小心半倒扭伤了脚 来人帮忙扶一下 可是她走了 谁来当吉祥物呢 我可以试试 可以加学分吗 没想到砖上这么蠢 大师为了学分 冲呀 瞧一瞧 看一看 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获得礼品 超级大福利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香雀雀 今天太热了 你休息一下吧 嗯 谢谢学姐 白鹰 她真的很受欢迎啊 这个外貌 太犯规了 这个笑容 让我沉生了 肥奔到她身边的冲动 怎么了 她不小心半倒扭伤了脚 来人帮忙扶一下 嗯 没想到砖上这么蠢 大师为了学分 超级大仇兵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师弟 你有没有听过 那个故事 有一位骑士 一直默默守护着公主 然而公主 去全人不知的爱上了 主动求爱的王子 如果是你的话 你是想当骑士 还是王子呢 我 终于做完了 出了一身汗 累死了 那今天就不进行漫画讨论了 那怎么行 漫画人漫画魂 怎么能亲眼放弃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今天看起来很开心 这么明显吗 是啊 你今天的嘴角 可比平常要多上扬三个度呢 可能是因为昨晚做了个好梦 梦到什么了 梦到你变成了一个球 你这家伙 一天天 哎呀 小心 幸好 结束了 你是想当骑士 还是王子呢 如果能当王子 谁干扰到那盖死的骑士啊 不好意思 离你太近了 不 是我没站稳 那我们赶紧去开个店吧 今天很累了 我们早点结束 好好去休息 在高中后山上 有一片树林 那儿有一个荒废的园林 那三年 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室外桃园 怎么 又有人说你坏话了吗 是啊 故意说得很大声 不过我都习惯了 无非是说 长成那样 还画恋爱漫画什么的 来来回回都是那几句 我都听腻了 想绝绝 你以后 一定会遇到一个 十分懂你的人 嗯 醒了 白鹰 我睡着了 抱歉抱歉 怎么不叫醒我 正好在改大纲 已经都梳理好了 你回去看看吧 真的下雨了呢 幸好看了天气预报 白鹰 你带伞了吗 没有 还是王子呢 幸好看了天气预报 白鹰 你带伞了吗 那我们一起打吧 我来撑伞吧 嗯 好 像雀雀 比我好近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 你不心虚的表情 你在我背后贴小组条了 我没那么无聊 嗯 起疯了 小心 你今天好倒霉 散坏了 我们跑去前面打车吧 好啊 要比谁先到吗 谁后到谁就付车费 你犯规了 谁规定不能强跑 请记好安全带 小情侣一起淋雨啊 很浪漫啊 我俩不是 是啊 你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四季有多会聊天吗 赶快充斥话题比较好 总是这样 一脸无所谓的说些让人困扰的话 到头来 每次心跳加快的 都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到学校了 我先下了 你到家发个短信告诉我 没有问题 放心吧 白鹰说话一向不过脑子 要不就伤人 要不就撩人 我怎么能对那种超级直男心动啊 只有我一个人自作多情 没有 什么时候打了这么多电话 奇怪 书栋同学怎么也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先给白鹰回个电话吧 喂 白鹰 怎么突然 小姐姐 看门 该不会 白鹰 你怎么跪在这里 小姐 不是说了要发消息的吗 你知道你回去的时候几点了吗 对不起 我去洗澡 没带手机 你快擦一擦 你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 对不起 害你又白跑一趟 雨这么大 你等会回去方便吗 说什么呢 早就过了宿舍门禁时间了 白鹰 你这么大 你等会回去方便吗 说什么呢 早就过了宿舍门禁时间了 什么意思 是说现在她只剩住我家一个选择了吗 剧行怎么像奇怪的方向发展了 但是她是因为担心我才冒着大雨过来 难道要把她去之门外吗 也许她没什么奇怪的想法 只是我敏感多疑了 你没事就好了 我该走了 可是 起事都关门了 在附近找我家酒店就好了 等一下 那个 你住在我这儿也行的 不方便吧 主要是最近的酒店都在两公里外 而且我朋友就住在隔壁 等她泡巴回来我就去和她睡 会麻烦你吗 不会不会 让编剧大人借宿一晚而已 你先冲个热水澡 不过换洗衣服的话 我记得我有一件买大了的睡衣 没穿过的 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没关系 我穿 嗯 书童同学 怎么办怎么办 编剧大人到我家借宿 虽然事出有因 但现在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好奇怪啊 你不是经常说她 是个直男家说呆子吗 也许她根本没有想太多 也是 百英不是那种人 向雀雀 怎么了 水一直是冷的 燃气开了吗 开了 你直接进来帮我吧 你你你你 鱼筋披好啊 我这不是披着呢吗 可恶啊 这家伙没有性别意识的吗 那就是这个开关 往右边就 呃 今天就是和水库不去了 你还笑 我才洗完啊 吹头发要很久的 又得换衣服吹头发 向雀雀 你这衣服也太奇怪了 好可爱 不奇怪不奇怪 很适合你呢 可以拍张照片吗 我还想着买大了 没机会穿了 怪可惜的 没有浪费太好了 你家还有这个 这个啊 半年前跟风买的 没人和我一起玩 所以闲置了 那太可惜了 那太可惜了 我很感兴趣 一起玩吧 那就是这个开关 往右边就 呃 这个啊 一起玩吧 你去那边 我来切菜 切切切切切切切 我这边好了 菜可以送过去了 啊 起火了 完了 我送错了 太棒了 我摸摸击度还挺高的 没想到你也挺会打游戏的嘛 我还有几张卡 下回你再来 我们一起玩 不是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可以当真吗 你说什么 确保 快庆祝我抽到了SSR级别的大帅哥新男朋友 关于之前说的古典艺术的论文 这位是 这位就是我和你说过的白鹰同学 白鹰同学 我们就先告退了 明天见 晚安 你俩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情况 大晚上带男人回家 你就不怕他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 都说了是工作伙伴而已 不过还是第一次见到你愿意建宿给对方的异性呢 你看啊 你宁愿迟到也不愿意跟男生一起搭电梯 宁愿被老师骂 也不愿意跟男生单独聊天 宁愿说自己是超人 也不愿意被男生送回家 我本来以为你的特权只留给树洞同学呢 终于出现了新的人选啊 你 你说什么呢 什么新的人选 哎哟 我可爱的脸红雀吧 相信我的眼光 大白鹰不错 不会像那个人一样了 白鹰怎么能和那个人相提并论 那个让我恐练雪上加霜的人 早上好 班长 白鹰 你早上几点走的 大概六点 你衣服都干了吗 嗯 拿吹风机烘干了 你们在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昨天白鹰一晚上没回寝室 难道你们 你们俩该不会 相信我的眼光 大白鹰不错 你早上几点走的 你们在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你们俩该不会 你们该不会是在背后说我话话吧 肯定是 我不就吃了你一块萝卜吗 你是不是气得一整晚不回寝室吗 不是 我们是在说影评小组作业 要不 我们三人组对吧 哦 这个 可以啊 正好今天有新天 下课就去吧 好啊 你们 不问问我吗 不愧是获奖电影 拍得好棒啊 对对对 最后的那个反转真的太绝了 配角也难得不是工具人 就是就是 都这个时间了 我得去附近拿下学生会订的传单 那你去吧 我送向雀雀 不用 正好作为选递方向想和你商量 好 可恶 我总是跑腿 放手啊 都说了我不愿意了 害羞什么 你都跟我出来了 还玩什么欲聚还赢啊 拜托 我们昨天在权人关系好吗 住手 欺负女生算什么男人 你谁啊 少管闲事 我是想说之前的脚本 男主有些轻浮 这就轻浮了吗 只是举后告白而已 你上回 别也是被我公主抱回去的吗 小公主 你哪冒出来的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放尊重点 我可是练过的 我数三下 三 二 一 跑啊 什么 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 结果就是拉着我疯狂逃跑 你男朋友快度那么大 当然要跑啊 现在还早 要不要到海边走走 好啊 快看 有卖仙女棒的 好久没玩仙女棒了 今天一定要把这二十根全点完 好漂亮 要是时间 能永远停在这一刻就好了 也许 我应该勇敢地往前迈一步 白鹰 你 是怎么看待我的呢 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 结果就是拉着我疯狂逃跑啊 白鹰 你 是怎么看待我的呢 你好像老干部啊 至少老干部不会被麻烦的人纠缠 我也不想啊 鬼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都遇到渣男 每次 多少次 也不多 二十六次而已 话说 你跟你男朋友算是掰了吧 谁要跟那种钱在家暴男在一起啊 也许那些外表光线的发平 根本不适合我的 说不定 像你这样的老干部更好一些 那 要试试吗 那 要试试吗 嗯 和 老干部 我叫林秋夏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林云 林云 林云 真巧啊 是本家姓呢 白鹰 你 是怎么看我的呢 像姐姐 我 我们 是好朋友啊 不是吗 嗯 嗯 你被大白鹰给甩了 也不算了 我就是试探一下他对我的看法 结果也可想而知了 谁让我看上了大只男来着 别拦着我 我要去碰个大白鸟 冷静点 他只是无意识地撩人吧 只是我在自作多情而已 总之 白鹰她是个很好的人了 能继续跟她做好朋友 也很好了 一定是我喝太多了 怎么会对陌生女人表白呢 哎 你俩咋了 像姐姐为什么问我 怎么看待她 实在是她问我 难道她对我有意思 不可能吧 她俩吃错药了吧 像雀雀 早啊 白鹰 早 你黑眼区好重啊 没睡好吗 像雀雀 也是像雀雀 没错吧 那要试试吗 和老干部 我们 是好朋友啊 也是像雀雀 没错吧 谁说你土了 明明很可爱嘛 娃娃而已 我怎么会对那种土鳖感兴趣 你不觉得她被我聊得满脸通红的样子很搞笑吗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宋 宋 宋瑞吗 我还以为你忘了我呢 你变漂亮了很多 差点没认出你 我都不知道你也在清远大学 没听一校的同学提起过呀 你在哪个系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啊 我 像雀雀 早快要迟到了 抱歉啊 宋瑞 我先走了 那个蓝毛小子 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人 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呀 怎么了 感觉你好像 很久没有找过我了 这么一想还真是 最近几乎每天都和白鹰在一起 吐槽对象 不知不觉从书冬同学 变成了白鹰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就是很高兴 你是我的好朋友 突然之间 才说什么 一直都是我在说 书冬同学也可以依赖我一下啊 你这么说 我最近刚好有个烦恼 没关系 放心说出来 尽情向我发泄吐槽吧 我可能 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忘了太久 差点忘记书冬同学是个男生 放心吧 我好歹是个少女漫画家 连爱上的问题 尽管问我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就是突然觉得 你是我朋友真好 我看不见 你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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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歹是个少女漫画家 不是不是 我想整理好情绪 毕竟我是第一次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原来秋夏说的老干部 就是班长啊 你觉不觉得 这两人的相处模式 完全就是我们漫画的男女主角啊 像雀雀 江湖救急 怎么了 我现在和喜欢的女生在一起 该怎么引起她的注意 树桃同学有喜欢的人啦 对 不可思议吧 那就先来几个少女漫里的常规操作 带她去黑暗恐怖的地方 好恐怖 让她对你产生依赖 没事没事 向雀雀 害怕的话 做鬼屋的NPC 很辛苦吧 这么热的天 还要戴假发 带她去更加刺激项目 啊 好爽啊 还可以带她去看可爱的小动物 好可爱啊 让她看到你有爱心的一面 是啊 好软啊 放口啊 这可不是给你吃的 像雀雀 这些似乎都行不通啊 怎会如此 这明明已经是必胜绝招了 你喜欢的女生可真难搞啊 还有多久才会到我们啊 我去买点冰棍吧 你们都要什么口味的 我要抹茶口味的 我要草莓的 秋夏呢 我和你一起去吧 谢谢 白衣你今天有什么事没处理完吗 一直对着手机敲啊敲的 没有 家里有事找我 你真是说谎都不眨眼呢 我说的对吗 舒凳同学 你 怎么会知道 天 我竟然蒙对了 我家确保他脑子缺根机 想骗他并不是什么难事 今天你们前后脚 玩手机的情况不下七八次 上次下大雨你在他家我就很怀疑了 所以 你打算瞒他到什么时候 你知道的 想骗骗他对恋爱有多恐惧 我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世界 我可以相信你吧 想骗骗对我而言 是最重要的人 那就好 其实我还是很看好你的 不过也不要瞒太久了 有些事越完坦白 结果就越坏 你明白吗 嗯